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先请行政长官 各位传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连同食物级卫生局局长 还有医管局的行政总裁 还有就是劳福级局长 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的抗议最新情况 还有就是一个加强版的新闻发布的工作 除了星期二因为要举行行政会议 每天由我本人连同有关的局长 会跟大家交代我们工作的进展 我们接这个新闻发布会 澄清一些方间的谣传 提供一个更加权威的说法 同时也可以回应大家 针对防疫抗疫政策措施的提问 每一天的四点半的记者会会继续 有卫生防务中心还有医管局的代表 交代疫情的发展 同时也会说说 病人禁院的有关医疗的情况 刚才我刚开动的高层新闻发布会 会持续我们一起战胜 新一波的疫情为止 明天的新闻发布会 我会连同发展局局长 还有保安局局长跟大家交代 跟中央援建的社区隔离设施 新建管理使用的事宜 欢迎大家向新闻处反映 最近社会关心的议题 还有一些就是你们想知多一点的事项 可以在新闻发布会做适当的安排 今天重点交代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如何加强对新冠病者的治疗 尤其是保护长者的一些措施 自从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 阳性检测的个案已经超过50万例 Omicron传播力非常强 传播力的速度非常快 令人非常的担心 但是 Omicron的病情比较轻微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的数字 超过50万例的阳性检测 超过10万例是没有症状的感染 这也是因为我们接种疫苗 在这一段时间有效减低感染者的重症 还有死亡 但是 很不幸 死亡的个案在第五波爆发以来 急需的上升 截至昨天就是3月8号 在这一波累计的死亡数字 是2365例 这2000多人去世 令我们非常的伤痛 死者 大部分是长者 年龄中位数是超过80 大部分是有长期病患 过半是住在老人院 但我们会尽全力保障长者的生命安全 希望同时可以提升他们的健康 我们吸纳了内地专家的意见 尤其是已经来了超过一个星期 到处试查我们工作的两万年教授 我们现实认为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减少重症死亡感染 通过快速 扩大医疗机构的治疗能力 集中治疗新冠患者的治疗 集中支援救治他们 避免他们的病情恶化 成为重症或者是危怠的个案 甚至是死亡的个案 是很重要的 所以特区政府连同医管局会推行以下几项的措施 第一 伊丽莎伯医院会改为救治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 我们现在争取在未来的细天 通过转移在伊丽莎伯医院非新冠的病人到其他的医院 就是说伊丽莎伯医院从今天开始不会接收非新冠的患者 消防处会全面配合转移病人 还有转移到急诊室的人士的安排 第二个措施就是除了早前医管局公布 把天水维医院还有北大鱼山医院一共400多张病床改为接收新冠患者以外 进化为在公立医院里面把大概整体一半的普通病房 或者是复苛急症的病床改为新冠的病床 这大规模的工作涉及接近9000张的病床 我们也希望得到私家医院的配合 可以接收部分公立医院的病人 第三就是我已经向中央请求让他们派医疗团队来香港支援我们 提升我们现有的设施治理重症的能力 现有的设施就是北大鱼山感染控制中心 第三就是去年由中央员建的有820张床 有富弃亚的临时医院 第二就是亚洲国际博览馆 透过这两个设施利用更多的医疗人手 可以提升他们救治重症病人的能力 第四个措施是争取由中央员建在洛马州核套的应急医院 这医院会由内地的团队支援 我们争取在这个设施可以在4月内分阶段投入服务 上述的措施会大大提升 我们公立医院可以处理新冠病人 不让他们因为施救变为重症 当然尽管我们做了上述的措施 涉及超过16000张的新冠病床 但是如果现在的数字依然是高居不下 我们就很难做到两万年教授 希望所谓的床等人 换句话说 就要按照新冠病人的病情而进行分流 分层的治疗 特别是针对长者 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 尽快设立更多的长者隔离 及站脱的社区设施 好让病情较轻 或者是已经稳定的长者患者 但他们依然需要医护的监察之下康复 否则他们的病情可能会有点反复 如果没有医护监察的话 他们回到安老院或者是回家的之后 可能会恶化 可能就突然病情会恶化 有这个风险 这些专为长者而设的社区 长者站脱中心是由社会福利署营运 目前已经投入服务的包括在亚洲博览馆的 一千多张的床位 包括在两个室内体育馆 改装成为站脱中心 分别位于采荣路的体育馆 还有施甲伟的体育馆 我们即将启用 只要有足够的人手通过训练 我们会逐步分阶段启用的是位于 启德邮轮码头 一共有1200张的病床隔离 及站脱中心 另外还有七个室内体育馆 同样的也可以改装成为这个隔离 及站脱的社区设施 但现在最欠的就是每个站脱的中心 也需要有一定的医护人手 照顾员才可以投入服务 所以我要求了私家医院在这方面提供协助 在照顾员方面 现在是双轨并进一方面 继续进最大的努力提供诱因 在本地招聘 另外同时在内地输入这些照顾员 第二个具体措施 是加强支援安老院设 还有残疾人士院设 包括 我们将为部分院设提供闭环的管理 意思就是我们会提供专用酒店 专车 好让这些正在照顾长者的工作人员 可以在一个闭环的情况之下 去上班照顾他们 就不用他们回家进入社区 感染了以后 再将病毒带到老人院 当然 摔新进行闭环管理 我们应该保护 现在依然还没有发生任何感染的院设 虽然数字已经不多 但是我们会第一时间 优先地将院设里面的院有员工 透过闭环的管理 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第二 为院设提供足够的个人防护物资 口罩 第三 我们争取在两周之内 也就是3月18号之前 因为两周的目标是几天前说的 所以争取在3月18号之前 完成所有香港1000多家的院设院友 接种疫苗以地剂来计算 第三方面的具体措施呢 是支援有些没有病征 或者是只有轻微病征的 确诊个案的长者 支援他们在家居隔离 我们将会为这些长者 派送更加丰富的抗疫物资包 里面有快速测试包 有中程药 有温度计 有健康手册等等 第二 我们会主动就不用长者 再打电话给我们 主动会有医护人员打电话 给这些在家里隔离的长者 查询他们的身体状况 做临床的评估 或者是瑶具的诊证 所以可以说 为家居隔离的长者 提供一个专用医疗热线 第三 如果这些长者在接触里面 发觉他需要由医生来诊治的话 他们会优先获得医管局 现在已经有17家的指定诊所 他们会优先获得名额 来预约我们的专车 把他们送到有关的诊所 当然如果在指定诊所发现 这个本来应该在家里隔离的 长者 他的病情恶化的话 就会立刻安排入院进行治疗 防治重症 药物治疗是至为重要 我很高兴在这里说 通过各方的努力 医管局已经成功购入相当足够的量的 这两款的口服的抗新冠药物 其中一只现在已经使用 另外一个药物下星期就会抵港 我特别感谢这两家药床 就是辉瑞还有墨沙冬 他们在这事情上为香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争取这两项的口服的药物 早日抵港 当然我刚才说的每一环的工作 包括比如说 我们将伊丽莎波医院变为新冠的医院 也会对市民造成一定影响 所以在这里 我再次呼吁全港市民必须要齐心协力 配合特区政府各方面的措施 包括为了防感染 我们必须要维持社交距离措施 我们也会建设更多的社区隔离措施 感染的患者呢 请按我们优先的秩序 或安排进入这些社区隔离设施 从而减低感染他的家人在社区传播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我相信大家肯定可以打赢这场抗疫战 我现在请高拔生总裁说一下伊丽莎波专为定点医院的详细的安排 稍后我跟另外两位局长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高医生 谢谢行政长官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下 就伊丽莎波医院转为定点医院接收新冠病人的一些安排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将大部分核适而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 转到其他的医院来腾空病床 好让我们接收更多的新冠病人 让他发挥作为一个综合大型新冠病人的定点医院的功能 我们现在初步估算 我们大概需要安排 380多位病人 把他们转到其他医院 或者是出院 这380名病人当中呢 我们现在估算有250个病人需要转到另外一个医院 另外130名病人陆续就可以安排出院 我们评估以后这些病人都在康复之中 除了小量或者是临床方向不太合适的病人 我们其他病人也会寻这个方向做 在住院病人当中很大部分 把他转到九龙中的联网其他医院 因为很多病人都在康复中 其他六个医院的联网也会帮忙安排这些病人 接收他们 还有适当的病人 有私家医院也会协助接收整个运作的过程 病人的运输 我们会有医管局的非紧急救护车队负责 另外还有其他部门的同事帮忙 包括医疗辅助队 圣药和救伤队 我们现在估计如果今天开始的话 整个病人运送的时间大概应该在三四天就可以完成 除了要安排非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人 由伊丽莎博医院转到其他医院之外 我们也开始停止接收其他病人 好让伊丽莎博医院能够发挥它作为大型中和 新冠病毒定点医院的功能 所以就急诊室我们也有特别安排 由今天开始我们就会将一些除了生命有危险的紧急病人之外 其他病人如果他是透过救护的服务的话就会被送到其他的急诊室 所以急诊室就腾空的能力可以主要照顾新冠病人 另外有些比如说创伤方面我们也会有其他创伤中心的支援 比如说威尔斯亲王医院马加列医院等等 我们暂时的计划我们相信到了3月13号就是这个星期天早上 大致就可以完成 我刚才说的病人转送到急诊室调配服务的安排 完成了整个安排之后呢 我们估算大概有1500张病床可以腾空来接收新冠病人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安排 可以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 还有救治来提升我们临床运作的效益 让我们可以减少重症个案 还有减少死亡的个案 我们知道整个安排会有很多的病人受影响 医院会透过不同的途径跟家属还有病人沟通 希望把影响减到最低 我们也理解可能为其他人带来不便 希望你们理解也跟我们的人员合作 希望透过这个安排可以提升我们救治 特别是新冠患者的病人的能力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减少重症死亡的个案 谢谢 现在是提问的时间 先举手 选到你的话要说出你机构的名称 使用我们的话筒 中间的男记者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现在香港疫情这么严峻 中央要求特区政府要负起主体责任 特区政府是否会调整工作的思路 有什么新的工作在酝酿 内地专家组到港以后 跟你们有什么的工作交流 在今夜分享 他们给了你们什么的指导 谢谢你的提问 由2020年1月开始 我们遇到新一波的疫情 特区政府一直肩负起主体责任 在当天我们很快地把应变的机制 提高到最高级别 现在有三级 由当天起最高级别的独岛指挥中心 由我就是行政长官担任 到今天已经召开了121次高层的独岛会议 分派工作还有要求不同的局还有部门跟进 因为这个会议有三个司长 还有13位的局长 在整个疫情的过程 有时候香港的能力不够 在第三第四波的期间 就是2020年的下旬 透过中央的支援 给我们加了力 在普及社区检测 有500多位来自广东广西福建的检测人员来港 包括为我们援建 刚才我说过了 现在称为北大鱼山感染控制中心 我们非常感谢中央 新一波的疫情 严峻的程度以八倍计 超出了我们特区应变的能力 也是以百倍计 在二月初我们看到疫情很快的恶化 我们已经向中央提出一系列的请求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 现在我可以跟全港的市民说 我们向中央提出的请求 是有求必应照单全收 有时候他们给我们的支援 远远高于我们的要求 比如说一连物资的供应 当时我们没有察觉在内地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中程药 可以帮助控制疫情 所以是透过中央主动捐赠三款的中程药 这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现在我们直接采购增加供应量 刚才我提到就是家居隔离的人士 包括长者非长者 未来的抗疫包有这几款的中程药 在他们的抗疫包 我们也欢迎中医师做网上的问诊 主体责任的问题 还有我们抗疫思路的问题 我们一直没变 但是你们可能看到 因为疫情的改变 我们要不停地做一些调整 在第五波疫情以前 我们坚持核酸检测 就是比式子检测采样 因为这是精标准 就是敏感度最高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 就是十万剂的检测 如果每一个也是要采用精标准的话 可能就不能及时掌握香港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科技上 快速抗疫员的检测 已经受到国际的认同 所以我们派发 同时鼓励市民使用快速测试包 我们也不会做复检 因为这么多的工作量 我们赶不上 所以几天前 我们已经开通了一个 卫生防护中心的平台 如果是快速抗疫员检测 是阳性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平台承包 我们完成所有的过程 就会被视为确诊的个案 所以主体责任是在特区政府 我们抗疫的思路 一直是以市民的福祉为依规 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 但是我们政策会不停地调降 有人说就是我们改 就是照令西改 但是我们要用好资源 用好中央给我们的资源 达到最佳的效果 内地专家防护港 其实是在二月初 我提出五大要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 我们曾经面对沙士 后来也有禽流感 珠流感 但是规模跟这一次 是差得很远 内地有丰富的经验 在抗武汉的疫情 往后两年也有很丰富的经验 所以我们要求专家的一些指导 中央给我们的 是跟我们想象的多很多 先后来了三批 但是后来专家也来港 本来是三天 但是他们已经留了五天 二月二十八号 有梁万连教授领导的几位专家 你们知道梁教授是国家层面的专家 他是领导抗议的专家组的组长 梁教授来了香港 也不停地工作 我稍后会让陈教授说多一点 我在三月四号跟梁教授 还有他的团队 做了一个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每一次我跟专家团队见面 不是礼节的 是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听他们的意见 梁教授当天跟他会面的时候 他说了几个重点 第一 他强调主体责任是在香港政府 他们按中央的要求来香港 跟我们讨论 为我们的决定提供帮助 当天梁教授跟我说 他来了几天看了我们的一些抗议的工作 让他留了深刻的工作 他可能跟传媒也有说过 是在三方面深刻的印象 第一就是特区政府跟有关的部门 在疫情防控的工作是高度重视 也说明过去四次的爆发 我们成功压抑了 但是第五波真的来得很猛 所以特区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 减低了疫情的影响 但是实在远超我们抗议的能力 第二方面 他的感受就是在不同的战线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前线的人员 其实非常的努力 各方的专家也主动的提出意见 所以全社会抗议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 第三 他说他坐在车里看出去 看到香港市民非常积极配合抗议工作 遵守有关的工作 比如说戴口罩 限聚令 这些观察 让他有信心为香港可以打赢 这一场战争的基础 我们非常的鼓舞 但是梁教授也看到我们一些短板 比如说没有协同效应 不能集中治疗 集中资源治疗重症 所以我今天公布的一系列措施 充分吸纳了内地专家给我们的意见 我相信也得到他的应同 现在我们听一听梁教授过去一个星期 他跟梁万年教授还有其他的专家的互动 谢谢行政长官 刚才行政长官已经说了 我们有三批专家 第一是流行病学的专家 还有疾控中心专家 主要来自广东省 但是他们对于国家防控的 整体的新冠疫情的防控是有参与的 第二批是临床救治的专家 临床救治专家主要是跟医管局一起工作 刚才我说的第一批的流行病学专家 主要除了我自己跟他们也有互动 以外 他们跟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也有沟通 第三批高级别的国家级的 两万年教授 还有他的团队的专家 他们来到香港就立马就马不停铁 我们粗略的估算起码有七八次的会议 除了他们以外 我们也跟内地第一批来的流行病学的专家 有些可能多讨论是医管局的问题 就跟临床救治的专家也一起讨论 两万年教授 当然呢 他跟我们开会 他跟我们互动 他去不同的设施 去参观考察的期间 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 一方面 他 检视了我们不同的数据 例如我们整个数据的讯息的系统 我们在死亡个案的更加深入的分析 还有做出整体香港在第五波疫情的研判 大家都有很多互动 第二 梁教授 在不同阶段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也阶段性的提出他们的意见 比如说香港现在在有限的资源 因为Omicron的来势汹汹呢 病例的数字上升的很快 我们整体设施 还有医管局整体能力 现在远超负荷 在这样情况之下 如何用好有限的资源 排好优质 这也是他给我们的意见 当然 三个减少 刚才行政长官已经说了 减少感染 减少重症 减少死亡 现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刚才无论是高医生 还有其他的提及的一些措施 都是围着这三个减少来做的功夫 当然三个减少以外 还有四个集中 他提出了意见 提出了指导之后 我们立马就开始跟进 也展开了工作 当然 另外 对于老人甲 要优先 刚才行政长官 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新冠病人 尤其是老人甲 因为如果我们要预防 轻症变重症的话 不同情况的新冠病人 老人甲 甚至是还没感染的 老人甲 我们也要提供更多的支援给他们 再预防感染 预防轻症变重症会做得更好 接下来 我们会继续跟两万年教授 还有他的团队继续沟通 我也理解 我也有参与 他跟本地专家也有多次会面 就是他和他的团队 也吸纳了 听取了本地专家 对于我们第五波 新冠疫情的一些建议 还有他们的数据的分析 获益良多 在这个情况 我们继续跟梁教授 还有各位专家 因应他们能够提供的指导 继续沟通 继续执行推进他们的建议 第二位记者提问 前排中间的女记者 now 点是 首先我想问 现在有消息说 全民检测并不是首要工作 想澄清全民检测 现在做还是不做 什么时候做 有专家就说 要等疫情回落才做 政府的取态是什么呢 如果做的话 可以说清楚吗 会不会配合一定程度的禁组令 有没有豁免 以免发生 咨询混乱 市民在场抢购 第二内地专家 例如梁曼年组长 他说对于全民检测 他的意见是什么 跟香港专家的意见 各方面的意见 是否一致 有没有分歧 内地专家跟香港专家的角色 现在是什么 最后韩政府总理 批评过一些私家医院 拒绝接收新冠患者 政府现在会不会要求 私家医院接收新冠患者 还是主要做好支援的角色 还是显示中央对于香港的抗议 或者是协调的工作有点不满 会不会影响林太太 你连任特首 最后想问 这波疫情死亡率很高 刚才说的措施以外 有些情况可能长者 召唤了救护车 等了很久 也未能住院 这方面有没有措施改善问题 谢谢你四个问题 第一 全民强制检测 依然是我们规划里面的工作 但是当然 什么时候启动 要考虑香港疫情 还有在什么时候启动 才能达至最佳的效果 但如果没有细化方案 没有筹备的话 根本就没有可能 没有机会做全民检测 所以特区政府现在的立场 我们一直在细化方案 正在筹备具体执行的时候 人手地点 资源物资 是否能够准时到位 但什么时候做呢 就要看什么时候 才达至最佳的效果 两种的说法 如果说全民检测来 知道现在全港染染的情况 现在或许也不需要呢 现在已经大量使用 快速抗原测试 是吗 我相信每天 有一百多万的测试进行 我跟局长每天都做 我们回去办公室的 大部分同事每天都做 这个大范围使用 快速抗原测试 已经挺好的让我们掌握 现在香港的情况 尤其现在有了申报的机制 所以另一个 一般认为全民强制检测 因为他要强制全民的话 就要一次性的做两次三次 到时候将依然剩余在社区的隐性传播链 隐性的感染者都能揪出来 把他们隔离 就可以截断传播链 从而让香港可以达至一个接触疫情 走出疫情的情况 我记得我在二月的时候 第一次提出强民强检的检测 二月二十二号 我都是这样说的 我希望第五波疫情 虽然来得很凶忙 希望走得也快 因为上一波疫情 第四波疫情呢 是在2020年11月底发生的 一直到2021年的4月底才结束 一共有五个月 有些处所已经被关闭五个月 所以我们这一次 如果开始关闭这些处所 是1月7号的话 我希望比第四波疫情要早 能够结束这波的疫情 好让香港的商业活动 还有市民的日常生活 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在这个目标底下 一个全民强制检测 就有这样的效果 因为你已经清了一次 再看有没有剩余 感染的个案 早识别了 就可以早隔离 所以我们必定掌握疫情的情况 来综合的考虑 到底什么时候进行这个工作 但这个工作规模非常大 我们需要长时间做规划 要不然就是没可能 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如果我们没有做详细的规划 不能动员人或者是物资 是做不了 我们单是要找几百个 在香港不同地点 做采样的地点 也是一个非常细节的工作 因为我们要每一个地点 去看是否适合 所以规划筹备 我们仍在进行 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优先的工作 核实做要综合的考虑 也要考虑专家的意见 当真正要做的时候 我也说过 要做这么彻底 有这么高效能的工作 就是让市民检测 是阴性 没有阴性以前是不能到处走 这是我们微风检测的工作方法 但是任何的社会也要维持 他们的正常的活动 所以如果要在某程度上的压 禁止香港市民的活动 我们也要保持香港城市 必须的运作 我们曾经发了新闻稿 必须的就是某些业务 特别是金融业 因为是全时间的 做一些金融的交易 同时一些必须的工作 比如说电力供应 运输也不能停 同时也是大量的 抗疫的工作人员 他们不能禁足 第二就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如果不让市民外出 但是没有支援的话 不是可以接受的做法 根据外国的经验 比如说英国 新加坡 澳洲的墨尔本 是允许某程度 某时段 或者是某个 次数 让市民离家购买 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说得非常的清楚 希望不会引起混乱 希望你们不会惊慌 不用抢购任何的物品 因为每天 这些政府也会公布 我们透过水路 陆路 空运 铁路 进港的新鲜食品 日常的物品 其实是供应足够 现在不够的是人手 因为这么大数字的市民 是确诊 要隔离 他们的紧密接触者 也要建议 很多的公司机构 也缺人 公务员也有某个百分比的人 不能上班 私家医院 昨天也跟我说 他们很缺人 所以这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庄家对全民检测的意见 你们记得梁教授 说肯定是有效 因为在内地 是常用的工具 在过去的两年多 我们也是透过大量的检测 达至早发现 早隔离 早治疗 问题是 时间要掌握得非常好 因为动员那么多的人力物力 要得到预期的效果 特区政府不会因为 单事要做 或者是行政会议 说过要做 勉强地做 我们做的话 一定是要香港抗议有力 让我们更早 走出第五波疫情 才会做 私家医院 一直也是我们合作的伙伴 跟医院 跟医管局 多年来有公私营合作 减轻公营医院的压力 香港的私家医院也有自己的定位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占的份额不大 病床只有五千多张 他们的定位一直 也是流量比较快 就是说病人住院不会太长 住院住几天做了手术就可以出院的人 医职食物局 食物级卫生局局长 还有私家医院 私家医院联会也有做一些联络 希望他们协助治理一些非新冠的病人 让公立医院可以集中处理新冠患者 特别是重症的患者 昨天跟他们的社校的会议 看见他们非常地积极 我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 大致他们也同意 但是他们说就是一些实际的原因 人手的短缺 还有私家医院的特性 可能不能向我们百分百的要求做到 我的四方面的要求就是 让我们使用他们的病床 陈教授的指标就是一半 但是在会上他们说有困难 因为他们没有人手 另外他们也有自己的病人 第三如果他们要治理新冠的病人 要把病房改装 加一些空气转换的仪器 一些空气过滤的仪器 他们知道中道的医院 已经开始接受新冠的患者 他们提出了一个中肯的意见 就是他们可以提供服务 让病人可以在私家医院的服务下 可以更快地离开公立医院 可以回家康复 我要求陈教授跟私家医院联系 让私家医院在这一次的抗议工作 发挥的更好 第二的要求就是 他们协助我们营运一些非常重要的 让长者在社区隔离或者是暂拖的中心 他们的反应很正面 昨天有两家医院说正在招募退休的人员 承包一些室内体育馆的工作 第三有些报导说他们不看症 就是说如果他们看到一些上呼吸感染的病人 或者是新冠病人发烧的病人 他们怕感染 他们就拒绝提供服务 但是他们说他们其实是有提供服务给这类的病人 但是他们也同意 他们做的工作要让人知道 所以他们会接受传媒的访谈 说他们其实继续有提供门诊的 还有其他的服务 另外我邀请他们多做一些网上的 或者是视频的问诊 他们也答应了 所以整体来说 也可以透过大家的合作 谅解可以推进 私家医院参与抗议工作的角色 这个疫情里面因为病例实在太多 对于消防处的救护服务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消防处已经难以达至他们自己定下的服务承诺 但救人依然是他们的使命 所以这方面最能够帮助消防处 从而帮忙急诊部门的话 就是全体市民 我们呼吁很多次了 如果你并不是很严重 即便你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的病征轻微的话 就不用去急诊室 我们有很多健康资讯 也有很多指定的诊所 可以为你提供医疗诊诊的服务 如果减少了 我们现在看来是不必要使用急救急诊的救护车的服务 或者是急诊室的服务的话 就可以将你刚才提到的情况大大减少 所以话说回来 抗议是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努力 每人多走一步 我相信情况应该可以透过成立这些定点的医院得以改善 记者没有使用话筒发问 听不到 讲者没有使用话筒发问 传议员听不到 讲者没有使用话筒 把话筒递给他吧 我听不到 我想追问 中央对于抗议工作有没有不满 之前政府说可能三月全民检测 现在是否三月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检测 我刚才说了这么大规模的全民强制检测 肯定要按照疫情发展来综合考虑 我不会因为曾经说过某个日子某句话来忽视现实 因为现实是抗议 不是不是要履行符合刑事长官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所以肯定要看疫情发展 现在3月9号是吗 所以现在我不能说一定一定不会 但会进行的时候有详细的情况有时间表我肯定会公布好让市民积极参与 在另一段时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今天没有详情 没有时间表的话 我刚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解说 大家不用担心全民强制检测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生活上的困扰 从而他现在要做一些不应该或者是不需要做的一些行为 中央如何看我们的抗议工作呢 中央一直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的抗议工作 中央对于这次疫情是非常的关切 也会尽最大努力来支援香港 事实上之前我们常常挂在口边的就是内地有天灾 人祸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现在是香港有难 我看到不单来自中央还有很多的省市也很愿意支援香港 所以这个来自中央的关怀和行动将会为我们的抗议工作注入很大的动力 我想提醒大家 因为出席的记者人数很多 每位记者最多只问两条问题 好让其他的记者可以继续发问 最后排最旁边的女记者 这位 早上好 我是南华早报 说大声点 我是南华早报 我有几条问题 全民检测 这个问题 现在学校都关闭来做全民检测 那学生没有机会上学 这样公平吗 学校关闭 是不是毫无理由关闭 另外伊丽莎博医院现在转为定点医院 有没有其他医院也会这样转换成为照顾新冠患者的医院 那每天数字方面 今天的每天的不同的数字有没有公布 因为这个快测平台推出呢 有没有数字上升 如果是的话 现在特区政府的评估是怎么样 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邀请高医生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你第三个问题呢 我都没有答案 因为 卫生防护中心的首要任务 就是向公众在四点半的新闻发布会公布这些数字 我通常都没有这些数字 不过我相信他们现在正在整合有关的数字来保证是准确 尤其我们现在有快速看员测试承报平台 收到有另外的申报 所以你要等下午四点半才知道今天录得的数字 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儿童的利益的 我们在抗议工作里面是有很高的优势 所以这一次我们并非不让学生学习 不是夺去他们的这个机会 我们的意思是他们现在提早放暑假 平常他们是七月八月放暑假的 现在就现在先放暑假 我知道有些现在已经从三月七号开始 两天前已经放假 那下星期呢 应该中小学幼稚园所有学校都应该已经放暑假 在复活节的假期之后呢 大概四月二十号 我们就应该可以抗击第五波的疫情 好让学生能够回向面授课堂可以恢复 现在我们不计这个时期呢 以往都会暂停面授课堂 然后往上上课 不过我们不想夺去学生面授课堂学习的机会 我们现在调整了他们的学校的时间表 但是国际学校方面就有些豁免 他们会跟着他们的原本的时间表 因为他们的教师家长在暑假的 在夏天的一些特别的安排 高医生可以说一下其他医院的安排 谢谢行政长官 我们留意到新冠患者的数字 持续上升 第五波的患者数字远远超过之前的数字 所以我们要大力度增加我们的容量 接收病人 我们有两个计划 第一我们有更多的病房病格 现在改为接收新冠病人 我们的目标就是所有的医院的病床 有50%改为可以接收病人 新冠患者 第二个措施就是把一些医院转为定点医院 我们早前已经把天水维医院 还有北大鱼山医院已经转为指定接收新冠病人的医院 一共有460张病床 今天开始呢 我们也会把伊丽莎博医院转为定点医院来照顾新冠患者 我们的目标是集中新冠患者 在某些医院可以集中我们的专家医疗团队 在这些医院来对新冠患者有更好的临床的照顾 我们往后几天会将这些医院里面的非新冠患者 转到九龙中联网的其他的医院 还有私家医院 我们估计大概380名病人往后几天会被转介 同时考虑增加容量呢 就是从今天开始 有些救护车呢 照顾非紧急的病人就把他送到其他的急诊室 我们希望整个行动可以大概3月13号这个星期六能够完成 好让伊利沙博医院可以成为大型的新冠医院接收新冠病人 同时我们也紧密的监察这个疫情的发展 有没有重症的有多少个重症病人 我们同时也计划有其他的医院来做这个功能 有时候可能在绿敦治还有九龙医院等等的其他联网的医院 我们会紧密的监察情况 也会调配资源来应付需求 我们多听两位记者的提问 最前面的旁边的女记者 我是信邦 我想问就是有关于全民检测 2月底公布的时候说3月内会进行 现在你们说正在规划 是否规划在本月内会完成规划 最后全民检测 是否是避而不用 如果第五波过去就可能不做 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标准 另外特殊选举就是5月8号举行 4月3到16号是提名期 会否避开全民检测 会避免对选举人造成不公平 或者是会再改选举的日期 现在你每天每天也会做记者会 你觉得你亲自主持记者会 是达着什么效果呢 第一是有关于全民强制检测 有关的筹备工作 细化的方案仍在进行 相信是不会停的 因为在每一个阶段的筹备 到某个时候又要做下一步的准备 比如说在选址方面 我们的工作要持续 要看几百个场地 另外再计算多少天完成一次的检测 每天的检测量是多少 也要计算运输的时间 看化验所能否在24小时 得到结果做早隔离 早隔离就是是否有足够 但是就肯定不够 但是也要确保有一个树木的隔离设施 大概就是几万个 我们看到就是第二个中央元件的 社区隔离设施 就是在前兴田的购物城 在几天就可以开始使用 所以所有的东西也要准备好 时机一到就会通知市民进行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们要考虑不同的因素 也要做评估 不是我个人从政策的评估 也要考虑专家的意见 还有疫情的发展 没有人能说疫情是否在今天已经过了最高点 因为还有其他的变数 其中一个就是快速抗原测试 会产生多少自我申报的个案 另外就是一个揣测的提问 就是有关于特首的选举期 还有提名期 我没办法回答这个揣测的提问 这个重要的特首换届 政府换届的课题 中央一定有它的看法 还有指示 新闻发布会的目的 就是现在是在打抗议战 在这个时间 市民希望知道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有什么因素会影响战况的改变 抗议策略有否变化 这些变化会否影响他们 比如说今天把伊丽莎伯医院改为定点医院会影响部分九龙中的居民 他们致电要救护车 如果不是新冠病人就会送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最快的资讯发放是很重要 其实过去两年抗议方面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在踏入第五波以后 特区政府已经做了包括430的记者 超过100场 我已经做了超过20场 另外其他的局长也有超过20场 每天也有4点半的记者会 我是抗议的主要人物 我有这个责任要交代疫情的变化 尤其是今天这么严峻的局面 我的解说能力会不断改善 希望更准确地回答你们的提问 另外就是430式技术性的发布会 我留意到两位来自卫生防护中心还有一管局的同事 是非常努力回答你们的提问 但是有些提问是超越他们的工作范围 这几天很多人问欧医生有关于全民抢制检测 但是欧医生不是直接参与 不能代表特区政府回答这方面的提问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需要 其实我也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要一个定点定时 让大家知道最新疫情的情况 除了每天可以看4点半的记者 每天就是可以看11点的 但是除了星期二 因为行政会议会再开 过去你们没有看到我这么多 因为行政会议 休会了两个星期 所以没了两个星期的星期二的记者会 但是我在外活动的时候应该见过大家 就是包括迎接两万年教授抵抗 还有就是到罗湖迎接第一班 运货来的火车的专列 希望将来可以直接回答你们的提问 希望不会做很长时间 因为这类的高层的新闻发布会 会持续到我们打赢这一场抗议战 越早打完我们就会越早取消这个发布会 我相信你们 不会很想多见我 因为看不到我就是香港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 最后的一位记者 最左边的男记者 我是明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 其实很多人已经感染了新冠 实际的方法是否先共存 再清零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 在接种方面 参考本地还有海外的研究 会不会公开呼吁长者 在未来的几天尽可能接种复辟态 还有已经公布了 没有感染的长者 应该家居隔离 那是为何不可以这样做 是否会增加社区的感染风险 另外 很多人已经因为疫情过世 对于失去他们亲人的一些家属 你有什么跟他们说呢 第一 为长者接种疫苗 是这段时间重中之重的工作 所以 我已经早前定下了目标 未来两周 就是从当天说的当天的未来两周 透过全动员到一千多家的院设 包括残疾人院设 为还没有打针 但是身体状况是可以打针的 长者就接种疫苗 就是3月18号之前 最新的评估应该能达到 但是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包括院设的合作 让外展队进入这些院设 为长者打针 当然还有大量的长者在家里 现在正在规划 跟社福机构和计划当中呢 就是如何帮忙 家居长者 特别是独居的长者 接种疫苗 这个工作我们会继续进行 刚才我说最后一点 就是非常有效的口服药物 抵抗之后我们在用药方面 也可以防治长者 如果不幸感染 会演变成为重症 甚至是死亡 我们多管齐下 希望保护香港的长者 所以香港的长者因为疫情离世 当然我们感到非常难过 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 保护 在这个疫情里面 疫情过后 我们有很多值得重新检视 日后如何 在香港这个引而为傲的 就是香港是最长寿的地方 对于年迈晚年的长者 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面生活 这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反思 也更好地照顾香港的老人讲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为止 对不起 我的问题是 你会不会呼吁 长者尽量接种复辟态 政府的策略会不会是 先共存后清零 是否呼吁复辟态 那我们呼吁是接种疫苗 有时候我们让大家有选择是吗 但当然到外展队里面 有医生有护士 也要看环境 如果接种复辟态 要求的环境是比较严格 并不是由特首在这里 做一个政策的指导 应该打哪针 那要看环境 看医生的研判 我以为你第一个是 你自己的评论 如果这是问题的话 我觉得这个阶段也没意义 争扭到底是共存 还是清零 但是我可以百分百告诉你们 特区政府一定不会说 这个社会上叫躺平的方法 来处理疫情 换句话说 我们不会什么也不做 因为感染已经非常厉害 就算了吧 什么也不做 我们肯定不会 因为每条人命都是宝贵的 我们也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 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 这是任何以人民以上的国家的要求 而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我们一定按照国家这个 那么高的一个指标来进行 一场那么困难的抗议战 谢谢大家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为止 明天11点再见 明天11点 明天11点